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 谋作样 区区一个弟尊 显然是没资格号称什么真君的 只不过在场处人 却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云星华眉头微皱 心中疑惑不已 这虚空地一听便是个二等势力 可他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时疑的 原来是真君大人 不知真君驾领我血红舟 我等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只是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真君为何要冲撞我血红舟大阵 我血红舟可是有什么地方 得罪了真君 从来没有哪一次 再面对一个弟尊境 这般低声下气过 无奈拳头没人打 也只能放低声段了 月河依然笑颜如花 但那笑容在血红舟诸多开天境眼中 却是恐怖非常 血红舟做着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又何必来明知故问 云星华面色艰辛 强解出一丝笑容的 还请这位夫人事下 云某之前一直在闭关 不日之前刚刚筹关 对外界知识并不太了解 你确定 月河大有深意地望着她 语气悠然 在她的注视下 云星华颇有一种 被一只远古凶手盯上的感觉 似乎自己随时都可能毙命 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 往下不停地滑落 压力如深 脑海中急速思索 该如何才能化解眼前的危机 便在这时 那温弱书生模样的开天境 上前一步 以不大不小的声音道 鬼手 今日之事 恐怕与顾志兴 顾长老有些关系 此话怎讲 云星华洋装不知 狐疑忘却 那书生道 我刚才似是从莲花之中 听到了郭苗的声音 而那郭苗 便是顾长老坐下的弟子之一 更是齿兴 一位叫郭子言的大统领的女儿 当年郭统领将郭苗 送来我血红粥 败入顾长老门下修行 前日郭统领 又来了我血红粥 要将郭苗接走 顾长老自无不允 两人还把酒言欢 一番长谈 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如今郭苗既然在此 那今日之事 定与之前有关 有这种事 云星华中眉 魂事四周 低鹤道 顾长老何在 上来说话 那书生道 魁少 顾长老已经死了 之前他的昏灯忽然熄灭 我正准备将此事上报 却没来得及 什么 云星华大惊失色 顾长老竟然死了 不但是顾长老 还有其他几位知识堂主的昏灯 也都一并熄灭了 云星华脸色陡然苍白 痛心疾首 怎么会如此 雾字哀痛一阵 抬头望向月和和阳黑道 刚问了 刚问两位此类 可是与我血红舟固执行顾长老有关 若是如此的话 恐怕要叫两位失望了 顾长老不知被何人所杀 若竟连魂灯都熄灭了 我杀的 月和淡淡的 云星华瞪眼不敢相信地望着月和 大人为何要杀我血红舟长老 顾长老可有什么得罪之处 月和深深地望着他 好久才缓缓摇头 看向阳开道 少爷 阳开扶长道 之前听闻血红舟魁首 被金红阁打压 人主负重 本以为血红舟魁首 乃是能屈能伸之辈 假以实质定有一番成就 如今看来不过一戏刺耳 云星华挥怒道 真卿何处此言 杨开默然地望着他 魁首不觉得 你这出戏太拙劣了吗 又能骗得了何人 接下来的戏码 是不是要告知 你那固执信不但抢夺了郭统领 交给自己女儿的两分四品资源 还逼迫他炼化了两品的力量 断他前路 未绝后患 那固执信伙同金红舟一应开天 追杀郭统领父女 你是不是还要告诉我 你对此事毫不知情 全是固执信一人所回 两分四品资源 云星华闻言赫然 顾长老之前确实就给我两分四品资源 助我闭关修行 难不成那两分资源是郭苗的 研制此处 云星华懊恼万分 糊涂啊 糊涂啊 身为血红舟长老 怎能夺取门下弟子的资源 此等作法 妄为人事 杨开汗手赞道 黑手眼界了得 本座佩服至极 云星华正色道 真军误会了 此事我确实毫不知情 若是早知 不等他把话说完 杨开便抬手打断了他 身子微微倾斜 虚高零下地逼试着云星华 本座寄来此间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理论是非的 不管此事你知不知情 是你血红舟的人 强取豪夺没错了 郭统领也是你血红舟的人 打伤的 若不是本座救援及时 郭统领父女恩有命在 郭统领是我虚空帝的人 我虚空帝的人 也是你们这些杂碎能欺负的 话落之时 月和已经纠喝一声 束手一抖 那一道香灵飞射而出 旋转之间 香灵似化作了一个转头 轰然撞接在血红舟的大阵光木之上 光木猛地往下凹陷 挡下着恐怖一击 但那香灵却是旋转不休 不断地往内钻入 与此同时 巨大的莲花忽然解体 一片片莲花花瓣飞舞出去 犹如一兵饼风热的利刃 从各处旋转切割大阵 不但如此 杨可也抬手祭出了原磁神弧 打开弧口 从那葫芦之中 溢出霞光异彩的原磁神光 疯狂地朝防护大阵冲刷过去 轰隆隆地声响不绝于海 血红舟一阵天摇地动 天地灵气 紊乱无比 诸多开天镜眼见此景 皆都面如土色 纷纷朝云星华望去 云星华在杨开等人动手的一瞬间 便重新祭出了大阵欲绝 操控防护大阵之位 可在他的感知之下 此家大阵竟在以极为迅速地速度崩起 一颗心不禁陷入孤底 血红舟不过森等势力 纵然有防护大阵 威能也不算太强 若是只有一位五品开天的话 大阵或许还能抵挡得住 可越合一个六品开天 血红舟的大阵哪里能挡得下来 更不要说浪青山等人 欲使莲花落之危 扬开催动原磁神光 在旁助力 如此猛烈的攻击 只怕用不了半个时辰 大阵就会彻底崩溃 到那时候 血红舟 纵有人山人海 也休想挡住六品开天的杀戮 阵君切住手 这真是一个误会 云星华仓皇大叫 面上冷汗淋淋 阴开却是不为所动 反而愈发凶猛地 催动原磁神光 原磁神光 虽是六品的力量 未能强大 但属性单一 是已发挥出来的破坏性 根本不能与阅和这个正牌的六品开天相提并论 毕竟开天竟催动的是世界伟力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 循环不息 不过比较他本身替尊敬的实力 原磁神光就厉害多了 见阳开不离 云星华又道 我谢公周愿意赔偿真君的损失 还请真君手下留情 阳开冷笑不迭 哼 选再说这些话 怕是晚了 若是一开始 云星华便撤了防护大阵 好生赔礼道歉 阳开还未必会把事情做绝 若是人家不还手的话 他也不好动手 罪魁祸首的顾知信已经死了 纵然云星华事先知情 也不是主导之人 但这次自负演技了得 想要蒙混过关 阳开又怎能容他 眼见阳开这般决然 云星华也是一脸绝望 只能拼命地催动大阵之威 加以低等 不过他也知道 这是引阵止渴 凭借血红舟的防护大阵 根本挡不住眼前 这凶神恶上 可若是不抵挡 难道还仍然宰割不成 扭头四晃 只见自家的那些下品开天 个个如丧口鼻 面色灰斑 众多弟子也都是色色发抖 仓皇失措 心头一叹 心知血红舟这次怕是在前难逃了 恨不得将那死去的固执信抓出来 鞭尸一顿 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传出 笼罩着血红舟的防护大阵 在月和阳开和莲花落三方施压之下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便裂出了一道大蜘蛛网般的裂缝 银行华虽然拼命地鼓挡自身力量 催动大阵之威 却也只是苦苦挣扎而已 直到某一刻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 那大阵忽然崩碎开来 银行华如遭雷势 口喷心血 脸色陡然苍白 无形的威压轰然弥漫开来 笼罩整个血红舟 那威压之后中 仿佛有一千个乾坤世界 压在众人的心头上 让人无法喘息 心生绝望 这是六品开天的威压 血红舟众多开天 有一个算一个 皆都是如寒冬中 围住窝的鞍蠢 瑟瑟发抖 惊距交加地朝天空中 那妩媚动人的妇人望去 根本不敢生出半点反抗之心 更枉乱与之一战的勇气 杨凯闪身来到云星华面前 一脚将他踹翻在地 大脚踩着他的胸口处 苍龙将顶着他的额头 冷森森地说道 说吧 你想怎么死 云星华抬眼凝视阳开 满嘴的血腥和屈辱 以他四品开天之力 自负若是暴起发难 将眼前这地尊净斩杀 并非难使 但他却不敢有丝毫动作 只因那妇人一道契机 牢牢地锁定在自己身上 美眸泛着冷光 一旦自己稍有异动 势必会迎来狂风暴雨般的打击 或许不等他真的出手 就要被斩杀当场 是以纵然心中憋门 林雄华也不敢有任何的异动 压下心头不甘 服软道 阵军饶命 我谢红张愿意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有什么用 扬开面色冷漠 本座今日来 便是要为我虚空地的人讨个公道 让这三千世界都知道 我虚空地的人 谁也休想屈处 速速选个死法 本座或许也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林兴华一颗心直往下沉 万万没想到杨凯竟是这般决神 丝毫情面也不讲 便在这时 月合忽然神色一动 开口道 少爷 郭同龄醒了 哦 杨凯抬头朝梁花落望去 神念涌出 果然察觉到郭子言苏醒过来 此刻郭子言在郭苗的称赋下 一步步走出了梁花落 放眼望去 赫然发现 那云星华竟被杨凯踩在脚下 动弹不得 众多血红粥的 黑天竟面色仓皇 而又身形僵硬的站在原地 仿佛被谁施了定身周一本 而附近四周 更有许多血红粥的弟子昏迷在地 心头顿是明了 自家大人 这是杀到了血红粥来了呀 这是何等霸道的做法 而看眼前的局势 血红粥似乎毫无反抗之力 这也难怪 又越合这个六品开天 血红粥区区一个三等势力 又怎能抵挡的领 郭统领伤势未愈 正要好好养伤 怎得还跑出来了 杨凯望着他倒 郭子言轻轻地喘了口气 多谢大人挂怀 卑职之上算不得什么 休养几日便能痊愈 是小女有事想求大人 杨凯和颜月色地望向郭苗 轻轻汗手道 你父亲在我座下效力 虽时日不长 但对本座忠心耿耿 立下汉马功劳 你是他唯一的子嗣 也是他此生最看重 愿意付出性命 要守护之人 你有什么要求 但若无妨 本座能允你的 绝不推辞 郭苗文言 连忙行了一礼 弟子先行谢过大人 弟子 弟子没有别的要求 只是想请大人 手下留情 放过魁首和诸位长老 放过血红舟 此言一出 孤单阳开露出惊恶之色 就连血红舟 诸多开天镜 也惊讶唤分 不敢动弹分毫的云星华 更是眼中冒出一垒惊光 郭子言似乎早就知道 自己的女儿会这么说 事宜并不意外 只是悠悠地叹了口气 你确定 杨凯指使郭苗的双眸 似要看见他内心深处 那顾知信夺你资源 逼你凝累良品之力 断你前途 此间更率人追杀你父女二人 险些让你父女浑脏虚空 若非本座来得及时 你父女此刻哪有命在 这云星华身为血红舟的魁首 不必会照顾你这个弟子 也就罢了 反而纵容顾知信蓄意行凶 本座前来问罪 更是装模作样 如此小人 如此安杂之地 你确定要我手下留情吗 郭苗低着头道 是 顾知信 夺我资源 挥我前途 我自是痛恨 他也死不足惜 不瞒大人 我之前无数次想过 终有一日 要抱出血恨 让他不得好死 但是当这一天 震草到来的时候 弟子却不知为何 又有一些难受 心里 很不快活 说话间 郭苗的眼眶泛红 有泪水 从眼角处滑落下来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水演绎着掌 金鸽铁马 谁祝福真 又算得到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